我覺得不要結婚吧 現在台灣可以男男結婚 生小孩才是愛結婚 喔對 是生小孩不是結婚 你生小孩才知道說 喔 原來我老公那麼廢 歡迎收看我是二寶爸 我是錯別者賴正凱 這是一個講親子婚姻 還有老公生存術的節目 那在這個節目當中 我們第一次來邀請到的就是 粉絲團 天啊 我的日本丈夫曾靠北 的龍哥 你光聽這個名稱你就知道說 他到底是有多想把他老公殺掉 還創立一個粉絲團 還有12萬人追蹤的 一個邪教團體的概念 那其實龍哥就分享一些 他生活中跟他老公 相互摩擦的一些事情 那我們就來聽聽 到底是真的有這麼多的摩擦嗎 有了小孩之後 夫妻間的這種感情 一定會變 不是變更好 我啦我啦我啦 我是覺得說變得說 他已經從你的 以前是情侶嘛 戀人嘛 然後變成老婆OK 等到變成爸媽的時候 你跟他變成同事 你們兩個是要服侍老闆 就是你們的小孩 所以你們已經不是戀人 就是同事 但你也只要同事之間會有摩擦的 對 所以我覺得很多時候就是 小孩一生之後 夫妻間的感情是會馬上變的 因為很多人都會說 結婚是愛情的墳墓 我跟你說不是 生小孩才是愛情的墳墓 是生小孩不是結婚 是生小孩 而且 你生小孩之後才知道說 喔 原來我老公那麼廢 喔原來我老公 都不幫忙 喔原來我老公是個白痴 他講話都聽不懂 就說你把那個東西拿過來 然後把孩子怎麼包 怎麼包 孩子要怎麼包 這樣包 我不是平常都在做 這樣喔 不是啊 就這樣 然後就炸掉 我 我跟你講 我也是有了小孩 都才發現 原來我老婆的脾氣 可以這麼的差 你才說我老公那麼廢 為什麼這麼聽不懂 然後你就會覺得說 可是女生會有一個荷爾蒙 就是小孩子哭了 你就會立刻就是會彈起來 就是會有一個反射動作 你就是 你背後再掛一百個警鈴吧 我老公睡這 我睡這 然後嬰兒床在這 我就聽到我兒子發聲 欸 醫生我好像 這什麼聲音 有點啪就打開了 然後再聽到一個更虛 欸 醫生的通常說 我就整個彈起來 我就直接跨過 踩過我老公 我好像跨過去嬰兒床 我發現他把他的那個短襪子 拉下來 塞住 他的 他噎到了 他把他躺下 吞下去然後噎到 他拿不到 那時候還不到一順 拿不到 我就把它抽起來 就看到他已經 他已經塞到喉嚨 已經有那種 昨晚的那個食物 你的那個 我如果沒有發現 就是他可能就 我知道 就這樣 然後 我就出來我老公說 你剛剛沒聽到嗎 然後我老公說 聽到什麼 我真的聽不到欸 聽不到 真的聽不到 我跟你講 我跟你講 我在跟我老婆睡的時候 然後我旁邊是小孩的時候 他整個爆哭 我是真的聽不到欸 他不是 呃 這麼小聲 我也聽不到 對 研究有顯示 男生真的是聽不到的 不是我們故意聽不到 沒有 要三個月 三個月 他就差不多三個月 四個月之後 孩子哭 他就會立刻就是 貪起來 哭什麼 他就說你知道 中央的女兒哭 怎樣 好像不舒服 我說有嗎 然後他就說 有啊 我說 是嗎 然後我說是啊 所以我現在睡覺的時候 我現在睡覺的時候 我就會戴耳塞 我覺得我現在睡覺睡不好 我戴耳塞 我跟我說 嘿 停一下小孩 我要睡覺 我跟你講 我跟你講 如果今天你給老公帶小孩 要不就是三個月 他會開啟耳朵的耳膜 要不就是三個月小孩 就會變自動睡過夜 對 孩子可能自己也放棄掙扎 這個老公真的沒路 睡覺睡覺睡覺這樣 他們就放棄了 那你們後來再回來之後 從月中心回來之後 你們開始變成就是 一家四口 對 對吧 那你們 因為多了一個 你有沒有覺得 小孩的這個照顧的 份量 不是乘以二 是乘以三四五六 有 那時候我老公還蠻天真 那個老公說 因為我後期肚子很大 然後就是會沒有辦法 沒有辦法很好動 我可能搬東西 怎麼叫我老公搬 我老公說 哇你趕快把孩子生出來之後 他就可以比較輕鬆 他可以不用幫我搬東西 我說傻孩子 你當初哥哥 還在我肚子裡面的時候 你覺得我待在我肚子裡面輕鬆 還出來之後輕鬆 我說完了 所以他回來之後變成是 他要負責顧哥哥 我要負責顧妹妹 聽不懂嬰兒哭什麼 嬰兒不是一個哭聲而已嗎 沒有他就是 就是我啊 沒有 哭你 你是肚子餓 哭你還是尿布什麼 有沒有 你們怎麼聽得出來啊 我是真的由衷聽不出來 你看他大概算一下 大概之後 用時間來推算 因為他現在已經不是肚子了 他剛吃過 他怎麼可能會 他可能剛吃過 那現在可能應該是脹氣 他可能需要拍格 或是他可能是需要什麼 媽媽會知道說 只要先排除吃飯的時間之後 你就會看他 就只是尿布或是脹氣了 或想讓人陪 想讓人家摸 就是這一種 如果他只是想讓人家抱 我就把他抱一拍拍拍拍 可是 這一隻 這一隻算好酷的 但有時候 很可愛 到現在都沒有吵沒有鬧欸 他長得很可愛 他很乖 可是他小時候就是 喜歡人家 黏在人家身上 所以我就說 我女兒是我的 護語旅 我們是護語旅兄弟 你知道嗎 他就一直黏在我肩上 我一直拍 一直拍 我拍到我老公已經 已經下 就是加班回來了 你女兒怎麼還在你肩膀上 就不睡這樣 我說我們就是護語旅兄弟 這樣 我們是一個組合 對啊 他就是不睡 可是他就是 他會 因為我老公聽不懂 孩子哭的聲音是什麼 所以 前六個月其實都是我在帶他 就是 幾乎都是我在帶他 所以那六個月都是我老公在帶大包 沒有下次 我已經 兩個胎就差不多了 我最近跟你講說 我要考慮去結紮 怎麼可能在第三胎 那你會想升第三胎嗎 我會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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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超級喜歡嫩嬰 超級 他不要啊 他就是怎麼樣就不要 我超級喜歡嫩嬰 天啊 我這個答案有點出乎意料 他想升第三胎 我想要升 四五 六胎 我想要升很多胎 一個籃球隊的概念 沒有 我就是喜歡那種嫩 我想要一直吃 哈哈 可能不止 但因為我就覺得說 小孩很可愛 就是六 就是那種出生 到前一歲 那種孩子很可愛 我懂我知道 你怎麼樣他就會 哼哼哼 就像那種 兩歲那時候都很可愛 對對對 可是如果到了就是兩歲之後 開始說不要 開始硬脆硬急 喔對 像 三 三歲豬狗鹹 這種的我就 這種會 沒辦法 一公威 然後我就 我就沒辦法 我就把這種交給我老公 所有老公 可是其實累的是那之後 對啊 因為你這個人家一歲 可能一兩年 你媽媽自己很沉浸 我整個整天陪小孩 我很喜歡那種氛圍 可是你之後就是變成是 他們 要帶上上課什麼 接送什麼 就累的是爸爸 你的朋友 他想要生小孩 但他不知道該不該生的話 你會給他們什麼建議 我覺得不要結婚吧 哈哈哈哈 不是 我是可以結婚 哈哈哈哈 那生小孩就要三思 真的生小孩三思 我現在就是很多朋友 要結婚 什麼我就說不要結婚 他說為什麼不要結婚 結婚很棒喔 我只要不生小孩就好 我說 我告訴你沒有運勢 你的長輩就會說 啊應該要生了啦 你生了一個之後 喔對對對 你生了一個之後 他就說 該生第二個了啦 真的第二個說 我好像三個三個 不錯 你應該沒在家吧 然後我想說 幹你幹你屁事喔 就是一堆事情就是 所以我就跟我朋友說 你只要擋在結婚 他們就越來越失望 越來越無望 他們就不會逼你生小孩 對對對 你只要賣到帥部 對啊 不然我阿嬤就說 你就了解 欸你這個想法我覺得不錯欸 對啊 因為我以前是覺得說 你可以結婚 反正結婚真的 我覺得沒什麼了不起 對 但是就是小孩 你要三思 那如果你在結婚這邊擋掉 反正你們是同居 你們是在一起幹嘛 對啊對啊 可能是找一堆理由 找一堆理由說 因為什麼樣子 彼此還沒有很想要結婚 或是對方男生怎樣這樣 可是你一結婚之後 他們就覺得說 你也穩定了 不管什麼 孩子會帶錢來 對 喔喔喔喔 孩子會帶錢來啊 啊你免怕啊 現在沒錢沒關係啊 不要等到穩啊 你老你就什麼 什麼白老 怕有什麼 對我知道 很愛講這個 我們都比氣長 看是你先掛 還是我們先掛 因為我覺得很多時候 是外界的聲音會 就算你今天很堅定 你的另一半可能會被洗腦 對啊 那就會變得很麻煩 對對對 那我想問說 因為你們現在是 你跟你的老公 你的老公是日本人 對 你是台灣人 那如果他真的想要 嫁一個日本老公的話 你會有什麼建議嗎 看著我 Don't do that 哈哈 Don't do that 為什麼 可是日本還是有很多 很好的優點啊 嗯 應該是說 例如我覺得他們很有禮貌 而且他們心思很細 很細膩到他們可以知道你們很多事情 其實我老公他 他真的還蠻好的 因為 他願意帶小孩請孕嫁 我覺得就很厲害了 我是說真的 我不行耶 而且因為很多其實很多日本男生 就是我認識的日本男生 他們就算 他們其實真的不請孕嫁 因為日本真的對於孕嫁 你會 你趕緊 你趕緊 公司文化 對對對 他會一直用社畜文化 所以說 他沒辦法 那 可是如果他你請了 請了之後 你只要有看到這裡有一個新聞 就是三胞胎 的那個新聞 請完之後回來就沒了 沒有沒有 他就請完 他就請 但是他在家裡他就是不帶小孩 結果媽媽就崩潰 就憂鬱著 噢 就這個新聞在那個時候 日本 反正就是鬧還蠻大的 可是我老公是那種 就是你請的時候 他是會 好好帶著小孩 就是 他真的就是帶著小孩子玩 然後帶著小孩子在有一些試 因為 那時候我們剛好就是 我們公司在 初創期間 我非常忙 所以那時候我老公就是 我在睡覺 我就是夜貓子 我工作差不多三四點的時候 我只會畫一些圖 到三四點的時候 我老公就會帶著妹妹 去隔壁有一室試玩 然後跟他玩玩具 然後跟他說故事書 然後怎樣 很厲害耶 他是一個 因為他之前是國小老師 可是這個也不是說 如果是國小老師 更煩肝小孩 我上班一定是帶小孩 回來還是小孩 所以我覺得這點真的很厲害 愛小孩真的很厲害 對 但是日本男生 有很多 眉眉格格 覺得他很多線 他是你完全不能夠超過的 例如說我老公非常喜歡 按照時間線 去做事情 我也是 我是規劃狂 我連假日我都會有一個表哥 然後就貼在冰箱告訴我老婆說 幾點幾分要幹嘛 幾點幾分要幹嘛 對 就是我有時間 幾點幾分打NBA 然後接下來要去健身 然後幾點要帶小孩出去 我會有一個時間線 你放過你老婆啊 人生怎麼苦啊 有規劃你才可以完整有效的去控制所有的時間啊 所以我老公很討厭我 就是你知道 那一天我老公可能 那天常常說 明天早上 我們今天幾點要出門 然後幾點要去那間餐廳 要吃什麼什麼 然後我就會說 我起伯萊我要再多睡一點 我昨天太晚睡了 我老公說 自己今天這次 你應該昨天就要知道 啊吃吃吃吃 啊吃吃吃吃 就為什麼不規劃 對為什麼不規劃 我說我現在就是起伯萊 我不想起床 然後我老公就炸掉 他說不行 那個餐廳我已經預約了 哪哪哪哪 我說那就 把前面的Cancel掉 我們去吃那個餐廳就好 不行 前面那個地方是 我我現在可以接受彈性 但是我還是有時候不太理解說 你你都不規劃 你這樣子六日就沒了 對 因為他們突然說 今天跟我播上去的 欸 昨天沒有習慣 對啊 對啊 那 然後犯計畫 欸 今天應該去哪裡 然後犯只有騎乘力嗎 應該是什麼什麼 就我想到了 一心再想到了 對 我就覺得說 為什麼 為什麼這樣 怎麼會現在 就是 我就這樣說 我就不能接受你知道嗎 所以我有個形式 就在放我包包裡面 我寫超滿的 我每天都要規劃很多時間 好 你跟我老公當地 原地結婚好不好 我們兩個就 我又好信心 好信心他不是女的 不然我就把他娶回家 現在台灣可以男男結婚 Don't worry 我有加你跟小孩了 我有加你跟小孩了 好吧 寶貝不要聽 我老公喔 就是真的不要嫁給日本人啊 真的不要嫁他 應該是說日本人 你老公是好的 因為他是愛小孩 No 我老公說 如果我現在是 你老公在那邊 我老公說 如果我現在是日本女生 他絕對不會幫忙 因為我不曉得那個需要幫忙到哪裡 因為他是外國人嘛 對 如果他是日本人 有可能我不會都 一點都沒有幫忙 他應該就會像他朋友一樣 回到家就是躺著 就是什麼都不做 完全不做 真的嗎 日本男生真的是這個樣子 真的嗎 所以我看那個日劇或漫畫那種 回到家 就脫衣服在地上什麼樣子 就是走去洗澡這樣 沒有我婆婆 我婆婆有一次真的把我嚇到 就是應該還在交往中 然後我就回到婆婆家 然後我公公就是回到家 他就站在門口 日本不是有那種下沉四旋的觀 所以還會再上去一見 我公公就站在那裡說 我回來了 然後我婆婆就必須 咚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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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咚 從二樓拿拖鞋來給他穿 他才要上去 你懂為什麼 我懂 對 但是我 然後因為我老公就該在後面 然後我跟在後面 就是我跟在後面 然後我公公上去之後 我這樣轉走看我老公 我想說 你搞什麼 你不要再不要插小禮 你 後來就說我自己拿 我自己拿 我想說你不要 你不要假笑 然後我想說我才不要理你 對就是這種 可是像他朋友就是他在 他真的是 都是育兒 他們會認為那是女生的事情 他們如果男生來幫忙 謝謝你 感激你 就是那種 你知道 是喔 真的是謝謝 這是我 原來是我分內的工作 工作已經這麼忙 那什麼 然後沒有 我那時候我老公回來了 我就跟我老公說 來你工作時間 跟我們工作時間分 你八小時我八小時 剩下的時間 就是你一半我一半 你顧兒子我也要休息 因為沒有所謂的下了班就是下班 對沒有所謂你下了班 剛才老公說我還沒下班啊 我不要 然後我就想說 我們就是要一半一半 所以那時候我老公是半夜 就是邊睡覺然後邊拍拍拍拍 然後他就拍到這樣 就這樣整個睡著 然後我就 我回來就看到就是這樣 我說那你們就繼續睡 我就繼續吃我便當 我沒有要理他 就是我完全沒有要顧著 因為那是你的工作 因為對 因為那小孩 然後哥哥看到我 看到媽回來了 然後爸爸已經睡著 他看到我就一開始 然後媽媽抱 我就把門這樣關起來 哈哈哈哈 不幹我的事 我下班了 我就關起來 我去外面吃我的便當 看我的韓劇 其實夫妻之間啊 真的是生了小孩之後 才會有這麼多的摩擦 所以跟龍哥講的一樣 墳場不在於結婚 而是在於生了小孩 愛情才是進入墳場 很多時候我們可以知道說 像媽媽她聽了出 小孩子的哭聲 剛剛有講到 她可以從時間 過去做了什麼事情 現在要做什麼事情 來判斷這個哭聲是大便 還是想喝東西 還是要奶嘴 那對爸爸而言 真的真的聽不出來 所以我認為 分工會是一個很好的方式 好比說爸爸今天很喜歡做料理 那你就把副食品 或者是做三餐的方式 工作就丟給爸爸來做 那當爸爸在做這些做菜的時候 媽媽就不要在旁邊去念他 或是怎麼糾正他 就算今天爸爸做的東西 讓小孩落散 你也可以名正言順的去罵爸爸 因為這是他分工的事情 對吧 再來我也覺得說 有個朋友提到 分享也是一個不錯的東西 夫妻之間有很多事情 當爸爸在做小孩的事情 處理的時候 媽媽也是在處理的時候 會有很多小孩的共同話題 這時候分享就是很好的 好比說今天 女兒大了一個15公分的大便 聽起來很荒謬 但是對於夫妻之間 聽到就會覺得很有趣 所以當你的另一半 他不斷的跟你分享一些事情的時候 請你不要覺得他煩 也不要去排斥 因為真的是對你越愛的人 他才會去願意分享 很多生活的碎石 愛情的副產品 就是聊廢話 對不對 好啦 如果你有什麼樣的方式呢 可以減少夫妻間的摩擦 或者是升溫的方式 你也可以在底下留言 我相信一定很多 跟我們一起來聊聊 好啦我是二寶爸 我是脆皮之 我是賴正凱 我們下次見 掰掰 來 來 準備 主播就地位 我們準備進現場 好 收到 怎麼口氣味道這麼重啊 啊 忘記我剛剛吃了韭菜鍋貼 等等還要面對來賓 怎麼辦 喔 還好我有水神漱口水 水神漱口水 及時救援 有效 抑制意味 哇 剛剛的意味都消失了 導播 我準備好了 水神漱口水呢 成分單純無添加 幫助口氣清新 維持口腔健康 而且有國家品質標章的認證 在你刷牙的時候 漱口的時候 都可以有效輔助清潔你牙縫間的死角 怎麼買呢 中間快點購平台就可以買得到 而且是全通路獨家販售 記得輸入我的推薦代碼 CTI010 會有優惠喔 經濟雲 停止 列印 等起